陽明交代醫院今天舉辦心臟蹦蹦跳不可忽視 認識心房 戰動衛教講座以及篩檢活動 藉此讓更多人了解心房 戰動的危害以及篩檢的重要性 同時安排接受治療成功的個案 鼓勵大家及早篩檢和治療 現在不准做的也會有時候出的暗 都會流汗 人家無雙壞人 人家會風氣 還叫救護車上來宜蘭醫院吃 我一說我一說你這樣要做電燒 我們外面就說不好了 白時間做電燒 做好之後就有比較好 就能讓人去做什麼這樣 唱歌唱是怎樣 這樣我就比較正常 心臟內科醫師表示 心房戰動是最常見的心率不整之一 主要特徵就是心房快速而且不規律的收縮 導致心臟不規則 可能跳太快或太慢 會增加中風 心衰竭等心臟病 併發症的風險 因此心房戰動的治療非常重要 心房戰動這些治療 那我們就包含這個預防中風 那另外就是控制我們的心率跟它的心跳 那隨著現在科技的進步 跟一些新的電燒手術的進步 那除了藥物的治療之外 心房戰動的電燒手術現在在台灣也是越做越多 那所以透過這樣的活動 我們可以讓很多人來瞭解 跟這個在地的鄉親來瞭解 在我們的醫院其實也都有在做心房做到的電燒 那基本上相對都是安全 而且是有效的一個選擇 陽明交代醫院副院長表示 心房戰動要即時治療 無論是傳統或者是新興的手術 都能有效控制病情 患者應該和醫師來討論 選擇最適當的治療方案來恢復健康 心房戰動就是一個老化的疾病 簡單說 所以 我們如果是心中覺得 職種比較奇怪 走路會走 可能就要來找我們正醫師 所以 必須我們在宜蘭做心理不整的醫生 沒幾個人 專門在做心理不整的沒幾個人 不過我們陽明交代大學 副社醫院就是我們宜蘭 專門同好在治療心理不整的病醫 所以我想大家如果有需要 需要我們服務的話 就可以來找我們陽大的心臟科 休息預測 從篩檢坐起 陽明交代 心中變成 走走走 宜蘭新聞記者 賴福昕採訪報導